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过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回它与其长的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不忘之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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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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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找到没有 没有 那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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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竟然真的活着逃出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师父既然要报仇 那肯定就会来这红义公 红义公皆被森严 我担心师父遇上麻烦 就在这边守了两天两夜 你看 我还是有些用处的 更何况 这长安城内的鸡脚嘎啦 没有人比我更熟了 师父 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师父 等等我呀 师父 这是什么 不是什么好东西 少问 师父说了少问 那阿窦就绝不提一个字 你看 我这么听话 师父 你能收下我吗 跟着我会死 回去吧 人都固有意思 跟着师父驱走心中的道 阿窦觉得值 你不怕死 不 怕 那你还跟着我 可 可是 狗言残喘的生活 比死更可怕啊 师父 你居然会笑啊 你笑起来真好看 既然你自己找死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别怨我 这么说 师父他一受我围图了 还不快走 还不快走 什么 被他跑了 对 没想到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这小子 这小子 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 特勤 这小子绝不简单 苏医社 李建成可有儿子或者将领逃亡在外 据我所知没有 建成无子无一幸免 部将也尽数归降 那小子 估计也就是东宫的无名小卒吧 看来现在 不知我们仇要怎么离开长安了 属下办事不力 属下至罪 请殿下准许属下调劫府兵 在城中大锁三日 一定能抓到郡主 一定能抓回逃犯 学回重宝 方毅啊 你跟随殿下这么多年 怎么还在这儿说胡话呢 方统领在抓捕人犯 怎么到你那儿 就变成了胡话了呢 怎么不是说胡话 殿下虽已传教令大赦 但除了冯丽 谢书芳等人 朝中显贵 军中将领 与李建成有牵连着 个个都在观望 生怕大赦乃引蛇出动之计 你若此时带兵满城大锁 他们不知在抓水 那可不是挤破了城门 个个都跑得没影了 可明啊 火气大了会伤身的 长颜强扭的瓜不甜 不信你尝尝 尝尝吧 永安郡主自幼胆小缠弱 怎敢胆大妄为 若不是有人在背后为她撑腰 她怎么敢 你看着我干嘛 那两位郡主自幼姐妹情深 前去探望 也在情理之中吗 难道投走 太子喜 也是情理之中 你还别说 永宁郡主比我想象中还要胆大 你难道还夸奖她不成 你莫要碎口喷人哪 此事跟我毫无关系 我是不会支持郡主 拿走太子之喜的 别吵了 此事乐言确实不改 故意罚她闭门思过 至于长歌 你令下去 调一队府兵精锐 换上便服 暗中查访 万物闹得满城风雨 记住 将人活着带回来 殿下 永宁郡主武艺高强 若执意拒捕 谷要她活着 莫再叫谷一边边讲了 此事非同小刻 切勿胜仗 属下领命 王公 你方才说 京中官员尚在官望 王公可要良策啊 殿下可知 喜目立信 昔日商鞅御变法 便在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 由搬去北门者 举手之劳 可得十亿黄金 有人试了 果然拿到了黄金 从此人们便相信 朝廷果然言出必行 这话说着容易 可这木头 去哪里找呢 那永兴房里 不就有一根现成的木头吗 魏征 义父 文娱 有两个人 有什么手 他就是 不顾 孙子 有一种 这是 有杂贞 老许 骂 老许 你 这种 老许 从小便飞扬跋扈 他才刚脱险 平常人必定惊魂未定 他却玄机做出 行刺皇储的大逆之罪 我这几日在琢磨 恐怕军中的流言 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若不出其根本 他日亡羊不牢 为是万一 可是太子殿下吩咐 不可上其性命 只要殿下有仁德之名就好 我的名声如何不重要 如果能够 把我大唐社稷安定 十个八个礼长歌 也杀他 那义父的意思是 此事 为父只有交付与你才放心 你可会让我失望 孩儿定不负义父所通 对了 你顺便问问长口 谣言一案查得如何 若没有进展 就快点让出为止 是 你 鄂同志 谣言 谣言 问你谣言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还在查 凡情转告杜先生 一有消息 属下就会立刻亲自回报 照你这个查法 恐怕明年也查不出个随人 你 纸条给我看看 怎么会有个鱼腥味啊 君 君爷 小的只是个扑扑通通的鱼饭 做小本生意的 不知 不知犯了什么事 少废话说 是谁指使你 将纸条塞到了鱼的肚子里 小的不懂君爷说的什么 再不说实话 你便回不去了 君爷饶你 男人只是给了小的一串钱 在那鱼肚子里动了手脚 小的不认识那个人 小的也不认识字啊 那你总该知道 是男是女是胖是瘦 小的记得 男的是男的 可是一个相貌清秀 也没有个质的少年 不不 是个大瓜哥 话很少 不过 没有别的特征了 小的不得继续输食啊 我今天饶命啊 真一 师父 咱们一会儿吃完 就往南走吧 南边的巡查 肯定不及这里面面 你能想得到的 他们必然也能想得到 嗯 别吃了 快走 嗯 好 别到处乱看 都是秦王府的 一会儿分头跑完之后 我们在淫宁坊的九四间 有 爬 追 快 站住 哎 你让开 别跑 站住 犯了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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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前面有个鱼饭被施中 那咱们去看看 鱼饭 特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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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那鱼饭被官府抓住了 现在正在朱雀街路口 代价示众 那鱼饭可见过苏医社 他会不会把咱们供出来啊 就让所有人 立刻离开 现在 为什么 你暴露了 怎么会 不应该啊 他们若真抓住了线索 又何必荡劫失众 他们既然会这么做 一定是没有得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 才会派人暗中观察 围观者的反应 你从街上回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被跟踪了 特勤 属下该走 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来了 怎么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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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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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大哥长安城 怎么总能遇见你 你也该等我 走 走 你来得正好 下了 驾 你 走 走 长河 怎么换错太多了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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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驾 走 来人 上去看看 是 封统领 好 长将军 难道你们也在追 永宁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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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方才明明看着他 跑进这条路 长将军 你到底看见他没有 我们这追了大半生了 也没追到他 永宁郡主 没看到啊 去那边看看 特琴 这次多亏了你 下次我一定注意 你没事 真的是太好了 天狼神保药 是不是傻 好了 苏医社 我让你找初冲的法子 打探到了吗 特琴放心 我一直找到了一个 找 找 这个情况晚上 是 好 长将军 真是蠢得可以了 盗嘴的鸭子 都让他飞了 那人武功了得 奇数精湛 被他甩脱了 不过 我找到了这个 方毅正在追捕永宁郡主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渔符 就是他身上掉落的 没想到诗之东女 是 收支丧业啊 是你 你可认得此物 浩郎君有坏之处 我知道你和李山阁 从小青梅竹马 想必你对他最为了解 正所谓 知己知 怎么 要我去抓李长哥 烦请转告渡公 别的事情都好商量 但这件事 在下恕难从命 你可知道李长哥 护日弘毅公用的渔符 可是你的 偷太子喜 自杀太子殿下 从犯改当何罪 太子喜丢了 朱九卒 好了 我知道李长哥 接下来要去哪儿了 如果你想明白了 随时来找我 好 好 阿德 我想明白了 如果想要出城 不让守卫查我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不是我 什么叫师父不是师父啊 阿德 你有办法可以伪造身份凭证吗 伪造身份凭证 但是知道怎么办胡商 长安城内 这么多往来胡商 见见出出都是商面孔 人多或多 最容易会是摸鱼 这个嘛 就包在我身上 拉近点 来 就是这儿 来 二位客官 想要点什么呀 小店的段子 那是全城安最全的 东出沧海头 西行玉门关 腰缠十万罐 方寸费几千 你这说的什么来世 师父 这条接口 这位客官真抱歉 这出城最后的名额 刚刚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就没有多的了 还有个商队 你们赶紧去碰碰运气 快走 这位王君 可否寻个方便 带我们出城 不方便 我有急事 怎么是你 一般商队总会夹带些货物 你们也未必干净吧 如果你不想被告发的话 就与我谈一场生意 我听闻秦王 正在抓捕东宫余孽 抓住可是要砍头的 你觉得 怕被告发的人 真的是我吗 你怎么知道 果然被我猜对了 怎么是你 你小声点 你是想把人都吸引过来是吗 你这个笨蛋 怎么 在长安城待不下去了 既然我们都是同道中人 不如请郎君行个方便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你被人认出来 我这整个商队的兄弟们 都会遭到拖累 你我之间又没有任何情谊 我凭什么帮你们 商队的车多或多 他们也不会细查 只要你给我一个 藏身之处便可 到时如果他们查出来是我的话 那我也会说是我自己藏进去的 与你们无关 你昨日见马之时 若也像现在这样客气 我说不定也就答应你 那时我是有戏几时 多有得罪 口说无意 真想赔罪的话 一物一物吧 我身上没什么常物 可与你交换 我看你这把刀就不错 这把刀不行 那就免弹了 走吧 师父 先出城 出城之后 燕之们有机会再拿回来 好 我与你交换 但是得等我顺利出城之后 成交 好 阿栋 你不用跟着我一起冒险 府兵不会查你 你先去城外市里庭等人 如果三日之内有未到的话 就是你我二人无缘 可是师父 你一个人 你都叫我师父了 你还不听我的 我 好吧 那师父 你一定要小心啊 快走吧 好 好 你有没有觉得 特勤遇到东宫的小子 话好像格外多了些 特勤不是说了吗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那既然是朋友 那不得多说两句吗 哦 有道理啊 各位官爷 这是 这个人 有没有来寻过出城的路子 哎呀 官爷说笑了 我们这是正经的 你可看清楚了 不 有来过有来过 后来有一商队经过 他就去找那商队了 走 赶紧追 军爷 我们有通关过子吗 是 是 我 是 他 是 是 看 他 是 他 是 顶过了 却与上面所登记的货物相同 走吧 谢谢军爷 走 等等 过所拿来 统领啊 小子刚才都已经搜过了 没什么问题 对啊 这刚刚都查过了 没有问题吗 这些就是普通的药材 不皮生的 哇 厮仓夹带之事 刑伤之人心照不宣 郎君又何必断人财路呢 我们可以走了吗 好了 可以出发了 走了 好 走 统领 已经搜变了 还是没搜到 估计那人已经混出城了 现在怎么办 无论他有什么方法出城 想要走远路 一定会经过势力艇 马上调兵 给我前去拦截 另外把卫书一会下来 是 臣罪该万死 房宫这是作何啊 殿下 玄陵未能完成殿下之托 只是长歌做出这等 打你不道之事 玄陵有罪 狡猾没若房宫啊 难怪克明也拿你束手无策 让房宫负责到底 也是孤的意思 如今长歌出逃 孤也难辞其咎 房宫莫不是在讽刺孤 自食其果 玄陵不敢 这一切都是玄陵之错 好了 起来吧 别在那儿装模作样了 孤不怪你 郭月没想到一个女娃 竟如此冥顽不化 殿下 太子喜滋事体大 长歌这一次 可真是惹出了大祸呀 此事莫在意了 网工带路 还有人等着我们呢 是是是 微臣这就去准备 微臣这就去准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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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药材 怎么会和毒 怎么会和毒都摆在一块儿 波斯春药 什么 你 你进去之前我跟你说过的 后果自负 你要藏在这个箱子里面吗 不 畜征之事 他们一定会着重检查货物 但是他们不会检查牲口 届时 只要将我包裹在这个皮毛之下 放在两个驼风之间便可 我有一个更好的藏身之处 绝对不会被发现 你可以试一下 只不过 后果自负 你怎么跟个姑娘似的扭念 要不要从我们这里买一些 可以给你算便宜一点 什么 你这无耻剑银之徒 药性已解 不必多谢 你既然已经按照约定了 借伤队出了城 那这把匕首 就是我的了 等会儿 敢问阁下信你 萍水相逢 不会再见 这把匕首 我暂时教你来包裹 我日后肯定是要要回来的 你不告诉我名字 实在害怕 苏医社 好 给他留匹马 得 又赔上一匹马了 这笔买卖 已经够划算了 别再缠着我 出发了 驾 谢谢你的马 但是我的东西 我还是会要回来的 我会要回来的 天下 他还要回来的 天下 还生我的气呢 上次想喝一杯 魏贤马的茶都没能如愿 今日正好如愿 魏贤马的茶还真是清苦啊 正好 我今日呢 给你带来一人 保证能药到病出 殿下 魏先生久病未愈 市民特来探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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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屿山哥 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跟他一起追我的人 竟然是你 诚哥 魏淑玉 你果然是郡主的好朋友 一下就猜到他会经过死处 感谢你及时通知我 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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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停 快走 李长哥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还不速速回头 跟我等归少请罪 李长哥 救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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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